一千个柳月酥 平时许念念至少要花半天时间才能做完 有了机器的帮助 速度提升的飞快 基本上一个小时就完成了 一锅一锅地端出来 许念念笑着用筷子夹起一个出来 凉了之后 轻轻尝试了一口 许念念顿时皱眉 虽然有吸水的帮助 但毕竟不是人工做出来的 味道上还是有些差距 不过差距不大 估计正常人应该感觉不到 毕竟它是美食家的嘴 一点细微的变化它都能尝出来 最主要的也是因为 机器只做了把面粉和蒸好的南瓜 揉合在一起 并分开成相同大小的圆饼而已 弄好这些 许念念右动手开始做绿豆糕 绿豆糕的过程要比刘月苏复杂一些 最主要的是还得自己动手打奶油和奶霜 不过 许念念倒是买了一个抹粉的机器 不大 统共才两百块钱 忙碌了几个小时 许念念终于做好了一千个绿豆糕 为了检验别人 是不是吃不出刘月苏 和她全手工做的是不是有差异 许念念特意叫来了许大伟让她尝尝 以前还在老家的时候 许念念每次做好刘月苏拿到城里来卖 都会在家里留一部分 许大伟自然也没少吃 爸怎么样味道有没有变化 见闺女那么期待 许大伟仔细尝了好几口 这一尝就直接把整个刘月苏吃完了 还忍不住砸了砸嘴 越来越好吃 我闺女啊越来越能干了 好吧 她找许大伟来试东西 简直就是一个错误 在她眼里 她怎么样都是好的 正好 许志诚和许多余放学回来了 许念念让许志诚去店铺里 把赵胖喊来送货 她不在的情况下 店铺里不炒菜 所以赵胖用处也不大 况且 今天还有人来帮忙 值得一说的是 许思思那个丫头 真的找过来帮忙了 说要靠自己的劳动力 还许念念给她的钱 许念念也就游着她了 有杨翠花在 应该不会出现什么大事 没一会儿 许志诚就把赵胖带回来了 赵胖一来这里 就知道要做什么了 许念念把刘月苏和绿豆糕 装好后放在箱子里 五个箱子 每个箱子里 放着等量的绿豆糕和刘月苏 成交三家 每家一箱 李清水那里两箱 赵胖看着五个巨大的箱子 瞠目结舌 小老板 那么多 我一下扛不完呢 知道你扛不完 已经给你找了推板车 就在院子里 你等会儿送过去的时候 顺便把钱给结了 我结钱 赵胖有些震惊 许念念不是第一次 叫她去送货 但那是因为许志强 要在店里收账 不方便走开 前几次都是她送货过去 等店铺关门了 许志强才去收账 钱从来就没有落到过赵胖手里 他也清楚 自己只是个打工的 人心格度皮 这么多钱 人家不放心她 也是正常的 然而现在 许念念居然叫她 顺便收账 赵胖有些懵逼了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呀 许念念点了点头 见赵胖一脸惊悚的表情 她淡定地说 你不是上过初中吗 就算没上过学 这点账应该能算得到吧 算肯定能算了 别说她了 就连秦凤这种 从来没有上过学的人 算起账来都没什么压力 更别说 她还是上过初中的 可问题是 算账是关键吗 心中有疑惑 赵胖是个藏不住事的人 直接问了出来 小老板 你就这么放心我吗 为什么不信 许念念反问她 脸上带着笑意 去吧 回头算错了账 我可是要罚你的 是 保证完成任务 赵胖激动地说道 为什么不信 小老板居然这么理所当然地问出来 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在小老板的心里 她赵胖是个值得信任的人 赵胖心中 顿时有种肩负重任的荣誉感 熊啾啾气昂昂地转身走了 小老板 你放心 我一定完成任务 许念念看着 那个拍拍屁股 打算就这么出去的赵胖 无奈地道 回来 小老板 有何吩咐 赵胖正义凛然地道 许念念指了指地上的几个箱子 东西没搬呢 你就想走啊 搬东西啊 哦哦哦 好的 好的 嘿嘿 赵胖猥琐地跑回来 仿佛刚刚那个熊啾啾气昂昂的人 是个笑话 昨晚进看 我豁诺 摇摇 kal明 会 什么 我 诩